非洲动物大迁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景象之一 每年,众多动物如脚马、斑马、非洲野牛等 为了寻找更丰富的食物和水源 从坦桑尼亚的赛伦盖地大草原移动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再返回 这是一场长达几千公里 涉及超过200万种动物的大规模迁徙 冬季,动物们在赛伦盖地大草原上消耗完食物后 由于季节性的雨水分布和草场的变化 它们开始很越危险重重的马拉河,向北迁徙 这个过程中,它们必须面对洪水 鳄鱼和其他潜在的捕食者 此刻,它们的生存与否全凭运气 到达马赛马拉后,它们将在那里度过温暖的季节 享受草场的丰富和安全 这也是它们繁殖和生育的时期 然而,随着季节的转变 食物和水源再次变得匮乏 它们不得不开始返回赛伦盖地大草原 继续它们的迁徙之旅 这场大迁徙好是一幕壮观的生命之舞 接至了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界的残酷 无论是季节的变迁,还是捕食者的威胁 动物们都必须拼尽全力以求生存 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和惊人的生存技能 观赏动物大迁徙的人们,可以见证大自然的斗争 生与死,繁衍于再生的无穷循环 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景象 让我们对大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脆弱有更深的理解 迁徙路上的动物们,尤其是新生的幼崽们 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适应这个严酷的环境 并学习如何对抗捕食者 这时,母亲的角色变得极为重要 它们必须随时保护自己的孩子 将生存的智慧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这场大迁徙也象征了生命的坚韧和毅力 尽管面临无数困难和危险 动物们仍然坚持前行 不断寻找生存的可能 这种斗争与生存的景象 让人再次对生命的力量感到敬畏 此外,这个迁徙过程也为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让我们更深陆地了解生物的迁徙行为和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 总的来说 非洲动物大迁徙是大自然中一个壮丽的篇章 其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与奇迹 它教会我们 生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环境的变迁 这其中既有竞争 也有合作 既有困难 也有机遇 动物们的迁徙 是对生活的追求 是对生命的尊重 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 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生命的洗礼 一次自然的盛宴 动物们不断挑战自我 克服困难 就为了生存下去 繁衍下一代 这种生命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如此的震撼 然而 这样的壮观现象也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 由于气候变化和栖息地的破坏 动物大迁徙的路线和时间都正在发生变化 这不仅影响到动物本身的生存 也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因此 我们必须积极保护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生态环境 让这场壮观的生命之旅可以持续下去 我们需要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 让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的生活 非洲的动物大迁徙 是我们宝贵的自然遗产 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承诺